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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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橙 小心 秀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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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人 思雯 你 人抓住了吗 没有 那还没人干什么 扩大搜索范围 赶紧去找吧 是 大夫 怎么样了 我们已经尽力了 你带我进去 是 你带我进去 你带我进去 是 出来了 出来了 辛苦了 应该 应该 干得漂亮 没事 辛苦了 检察长正在上面等你 那赶快走吧 同志们 我们这次巡查工作 是检察署成立以来 最大规模的 法律监督合同 检察监督处全员出动 做了大量复杂细致的工作 特别是陈雷同志 对所到指出的基案陈奈 进行了认真的梳理 发现兵解决了 许多重大的问题 而且 还帮助公安机关 及时破获了疑难的案件 想必 收获破风啊 别的我都不多说了 棠察长 你把你们在王家图的情况 跟大家交流交流 还是让陈雷同志说吧 王二妹的案子能有结果 都是陈雷同志的功劳 王二妹的案子虽然破了 但是我们采取的方法有问题 我觉得我们从事调查取证工作 应该采取科学严谨的方法 毕竟我们面对的 不是一个特殊的个案 而且我还担心 任何绩子 许承 警察长 我想找陈雷说句话 我这儿还没汇报完呢 检察长 徐成 你还有没有点组织记忆 没看见我们在开会 你怎么才回来啊 说好了时机回来的 我这不是 徐成 你怎么了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徐成 怎么了 我对不起你 徐成 到底怎么回事 我对不起你 徐成 怎么了 你怎么回事了 到底出什么事了 出什么事了 徐成 怎么了 徐成 怎么了 你别说了一遍 你胡说什么呀 徐成 怎么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你说呀 告诉我 徐成 怎么了 告诉我 徐成 怎么了 告诉我 徐成 怎么了 说话呀 徐成 这他说的 他说的 是真的吗 害怕 坚强点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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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我们不是说好了 当我回来 我就陪着你一起去上海 你不是答应过我 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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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师父不早了 大爷 能不能给我这一条毛巾来 我想给他擦走 我想给他擦走 还不能让他擦走 还能不能让他擦走 他才能让他擦走 我看他在这儿 我给你再拦回 我给你拦到我们 我给你拦开 我给你拦开 你拦开 你又给你拦开 你拦开 你拦开 很多事情都是没办法预料的 也太难过了 陈磊同志站吗 我就是 有您的信 来 还有人 拿点签子 同志 这里面怎么没有底片啊 照片数量也不对 我写了两张 这怎么才一张啊 我给你查一下吧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 可是这事件都已经发生了 别说了 让我一个人偷吧 看一眼 在哪里 在哪里 我没见到 如果跟那样 你怎么做 坐在不 好 你 过 哎 这好端端的一个人 说没就没 有时候我就在想 这人活着真没意思 永峰 你是不是累了 累了你就早点休息吧 我觉得我以前特傻 一门心思想争竹去 修文这一走 我这心里还真不是自我 今天我去化妆间 修文那桌子上的东西 全被清空 换了小菊座 光华 你说这是不是 时太炎凉 我想去看看修文 应该的 应该的 我来登记 手机带齐了 你爱人呢 我带她的照片来了 对不起 必须她本人来 你这样 能记得不说话吗 对不起 对不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一枚11.43mm的手枪弹 配备这种子弹的常用枪械有科尔特M1911A1 还有美式.38左轮 张科长 请局长叫你去会议室 好 我知道了 你先去吧 我马上过去 好的 那请 那我先过去 你妈 同志们 这次在红星会堂前发生了枪异案 兴致十分恶劣 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局长 你把情况简单给大家分析一下 是 凶手选择的作案时间 是演出之后 这恰好是我们防备最松懈的时候 凶手作案后可以迅速撤离 种种迹象表明 这是一次有预谋 有组织的暗杀活动 凶手作案使用的子弹 是11.43毫米的手枪弹 之后我们前一段反特过程当中 缴获的枪械 使用的子弹是一致的 所以 我认为 凶手很有可能 就是潜伏在松懒的 另一股特务分子 纪局长 我们初步的侦破方向是 提审栽压特务 寻找新的线索 今天我向市委中书记做了汇报 市委对案件十分重视 市长 从现在开始 把其他的案件都暂时放一放 集中经理争取早日破案 是 你最近有没有环境下的客户在这儿 没有 没有 没有啊 好 马斯平 今天把你叫过来 是给你一次 争取宽大的机会 希望你 能够积极主动地 配合我 一点 一点 好 那我问你 潜伏在松嫩的特务组织 一共有几个小组吗 四个 小组与小组之间 有联系吗 我们一般都是单独行动 我是个小角色 也没什么能耐 就是有联系 也轮不上我 你是在第三小组对吧 我是刚加入小组 我身上没有血债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们可以去调查 第三行动小组 是负责暗杀的小组 我说的没错吧 是 你们组内 一共有几个成员 六个 这六个人 你应该都见过 不不不 我只认识张文青 就是在我之前 你们抓的那个 是他发让我进组的 前一阶段 包括我在内 一共栽了四个 说实话 这任务也就完不成了 所以元难前 又临时调来了一个 机动组 机动组 他们不固定在一个城市 随时有任务 随时增补 完成任务了 就马上撤离了 这个机动组的人 你都见过吗 那天晚上 实际是派我去接他们的 我还没到车站呢 就被你们给抓了 那照你这么说 红星会谈的枪击案 是他们干的 齐局长 这是提示马思平的记录 你看一看 根据马思平的交代 和我们掌握的 基本上符合 你认为这次暗杀 是机动组干的 嗯 可是 很有可能 这个机动组 已经离开宋战了 你去通知行政科的 其他同志 开个警机会 是 同志们 目前的调查 已经陷入了困境 必须重新树立 我们的增破思路 这次让大家来 就是想研究一个 可行的方案 有什么想法 都提出来了 我们一起讨论 我先说说我的看法 根据马思平的交代 这第三行动组的成员 我们只抓了四 也就是说漏了两个 我们能不能 从这两个入手呢 其他的同志也说过 我们调查过丁秀文的档案 解放前 他曾经跟保密局 情报站站长潘文进 接触了一段时间 根据我们 对抓捕特务的审问 他们大多数是潘文进 逃跑的时候 安插在松任的 所以 只要对办案有帮助 不要有什么顾虑 当然 这只是我个人片面的意见 有没有可能 受害人 丁秀文 是特务组织的一员 扯淡 曲长 注意你的态度 你应该能够看到 目前斗定的残酷性 特务没有固定的联盟 有的藏得很深 这样的教训 我们还少吗 客观的说 在丁秀文与潘文进交往期间 不排除被发展成特务的可能 那好 既然你怀疑丁秀文同志是特务 那么特务杀害了他 你怎么解释 被害人丁秀文 找了一个在检察署工作的男朋友 最近一段时间 特务的行动频频受挫 这足以让他们怀疑他 从而构成枪杀他的动机 当时我在现场 现场的情况我最清楚 敌人是从背后开的枪 丁秀文是为了救我才被害的 敌人是冲我来的 不是冲丁秀文 这些都只是表面现象 说明不了问题 在详细调查之前 任何主观的判断 都没有说服力 局长 丁秀文同志已经死了 这样对他不公平 你现在该做的就是针对每一种可能 和对案件进行全面的调查 既然那种可能都有 那为什么你们不怀疑我也是特务啊 张旭成同志 你现在的思想很混乱 作为一个行政科长 你应该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如果你还这样带着私人感情参与侦破 我可以考虑让你退出 从现在开始调整侦查方向 从丁秀文的社会关系入手 对他周围的人逐一排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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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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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